同一集團董事長羅智仙 跟妻子同一美麗事業 董事長高秀玲 聯媒出席 同一超商亞洲第一萬家店的開幕活動 媒體關注 成品新一店是否能續約 但羅智仙說 尊重現有房客租約 欲待保留 不願多談 成品新一店位置 就是同一國際大樓商場 上個月8號 同一集團才公告 一五十八億九千多萬 買進比較傾向續租的 環尼建設跟昆慶國際 在大樓商場超過20%的持分 外界直接聯想 難道統一集團要收回商場 自行營運嗎 畢竟台北新一區好幾家百貨公司 密度高競爭激烈 但也是靠著群聚效應 拉抬彼此業績 雖然統一目前在新一區 已經有統一時代百貨 但是否有再開二店的可能 羅智仙說 這兩年因為疫情 因為發生戰爭 到通膨等各種變數 他形容看不到結束的那一天 甚至比金融海嘯還要嚴重 他也期待未來回歸正常 只是現階段 面對原物料價格高漲的壓力 除了要勒緊褲帶 更要順應局勢 找出對策 TVBS新聞台南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